你好,这里是张宁视野 中国被包围了 眼看着俄罗斯的普京侵略乌克兰 这个习包子一直也蠢蠢欲动 企图侵略台湾 尤其最近习包子更是与普京展开越来越多的互动 口口声声要跟普京结盟对抗西方 习包子想要把中国搭在俄罗斯战策上 与北约为敌,与文明世界为敌 习包子这样做太自不量力了 一点都看不到中国的险恶处境 最近有网上的观察家指出 美国其实正在悄悄的编制一张大王 已经包围了中国 这个观察家说 中国的周边形势已经骤然恶化 到史上最严重的程度 第一呢 菲律宾一改过去几十年的政策 突然与美国签订了军事协议 增加建设六处建设军事基地 这显然是针对中国的 因为菲律宾呢 没有其他的安全威胁 它没有必要这样做的 而且呢 中国呢 一直向菲律宾输送金钱 但是呢 这都没用 而且呢 这个军事基地呢 正好压在九段线上 喀死中国海军进出太平洋的海峡的这个要道 另外呢 新加坡呢 最近也同美国呢 加强了这个军事合作的协议 也就是说呢 新加坡的那个总理呢 表面上呢 跟中国呢 就是说呢 虚与伪舌 主要是想从中国弄到一些经济利益 但是在安全问题上 毫不含糊的与美国合作 这样呢 就随时可以卡断中国的马六夹海峡运输 因为中国的大部分这个能源呢 要从马六夹海峡运输 而中国的产品出口呢 大部分也要经过马六夹海峡运输 往这个西方世界 运往非洲 运往这个中东 另外呢 巴基斯坦呢 甚至呢 最近呢 也开始这个承认西方 在这个 就是说呢 在国际社会里面的这个主导作用 甚至呢 军事援助乌克兰 这简直就是对中国的一个背叛 因为中共呢 这些年来呢 据说呢 花钱最多投资的就是巴基斯坦 而且呢 在瓜达尔呢 建立了一个所谓的这个通道 现在看来呢 中国呢 也将失去巴基斯坦这个所谓的铁杆盟友 甚至连柬埔寨最近呢 都要军事援助乌克兰 至于中国的这个北边呢 蒙古呢 据说把最好的矿山交给了澳大利亚和韩国来经营 而且撕毁了与中国的煤炭协议 也就是说呢 不愿意再跟中国合作 随时准备与中国为敌 至于日本呢 更是在离台湾不足200公里的岛上布置远程导弹 并且卡死了中国最后一个 进出太平洋的这个海峡 也就是说呢 现在整个这个美国整个中国的周边呢 都在被布局 基本上能够全面的围困中国 甚至另一个消息呢 也令人吃惊 那就是韩国的这个九架十架军机呢 居然明目胀胆地降落在台湾机场 这个此前也是没有过的 当然呢 这个韩国的军机的理由呢 说是要中途经过台湾加油 但实际上我们知道 现在美国 韩国都有足够的加油机 九架军机呢 降落台湾 实际上是练习摸清数据 以便将来这个美军的飞机呢 随时可以大规模地降落在台湾机场 从而帮助台湾作战 这一切呢 都说明了中国 对中国的海陆大封锁已经基本完成 也就是说呢 美国的一贯策略呢 一贯这个战略呢 已经得以很好的贯彻 美国就是大棒在手 说话温柔 因为这是美国历史上对待印第安人的政策 就说呢 你只要不惹是生非呢 那么什么都很好说 随时可以喂你几根胡萝卜 但是呢 如果你想惹是生非 你想搞什么霸权 你想离开你的保留地 像朝鲜一样 来出来抢劫 截掠 或者搞什么这个破坏活动 那马上就会遭到迎头痛击 另外呢 今天传来的消息说 朝鲜囚犯呢 因缺粮 集体越狱 这是韩联社的消息 因为最近呢 这个朝鲜的饥荒呢 突然严重 平安道 黄安道的一些那个监狱呢 缺粮更加严重 据说呢 有多大几十名监狱囚犯 联合起来 越狱 他们目前呢 已经在逃跑的过程中 而且呢 为了填饱肚子 一路上 他们不得不抢 到处抢食物吃 遇到主党 就会大开杀戒 引起了朝鲜社会的恐惧 朝鲜呢 从1945年 被苏联红军占领以后呢 就实行共产主义生产队制度 这个生产队呢 差不多能把什么东西都给吃光 因为生产队的干部呢 都是非常狡诈的 一些农村的痞子 他们只想着讨好上鸡 上鸡来了 就把牛杀了 上鸡来了 就把羊杀了 当然自己呢 也偷偷摸摸的 可以把牛肉羊肉 弄到自己家里 但是成鸡这样吃呢 结果就导致呢 农业危机 就是朝鲜呢 失去了 自古以来 它的主要的劳动力 也就是牛 没有牛以后呢 这个朝鲜人呢 就不得不像牛一样干活 但是二十个朝鲜人 呃 结果呢 1991年以来呢 朝鲜呢 就陷入了饥荒状态 每年都有几十万人 被活活饿死 最近这两年呢 朝鲜的这个饥荒问题 又变得严重起来 监狱当然更加缺凉 这两年呢 在平安南道的三所监狱 就有七百多名囚犯 饿死 呃 几乎跟六十年代初 中国的夹边沟的大量右派 被饿死差不了多少 当然呢 朝鲜人的能力要强一点 因为夹边沟呢 呃 六千名右派呢 据说呢 是饿死了大部分 但是没有任何反抗 也没有人接火逃亡 呃 尽管呢 当时中国的夹边沟 那个监狱里面 甚至都没有围墙 因为我看了一些 那个他那个图片 呃 他就是在山坡上 挖一些那个窑洞 就是那些右派呢 都在那个 平时都在那个窑洞里面 就自我组织起来 呃 平时有组长 副组长 都是所谓表现积极的右派 呃 然后呢 呃 只有 呃 那是劳教队 劳教队呢 因为以前我见过一个 劳教队的这个干部 那此人呢 原来是 呃 这个很早的时候呢 就 呃 就被派到这个西北 呃 这个他因为犯了错误 被发批到西北的这个 这个劳教队 他说他一个人都要管两三百个右派 呃 实际上都是优派自己管理 自己折腾 自己互相折磨 他呢 呃 一半时间 他说都在队部 因为跟 劳教在一起呢 他说劳教呢 都都穷得要死 他说没什么意思 他说再说呢 在那个地方 你跟劳教在一起呢 没吃没喝 啥都没有 他说 呃 他说我每次呢 都是要到队部去 才能弄点食物 弄点酒喝 然后呢 装一点东西 带回去队部 呃 跑到这个 老教呢 召集他们开开会 问问他们情况 然后呢 我就躲到自己的窑洞里 在那吃喝喝睡 喝多了 我就睡着了 我就不管了 事实上 他说 呃 没有逃跑 呃 朝鲜不同 朝鲜人敢于逃跑 就是在这一点呢 看来朝鲜囚犯呢 比中国囚犯更有勇气 我以前关在监狱的时候呢 有很多次都想组织 建立这个 呃 团队 进行逃跑 但是我后来发现 几乎是不可能的 呃 就即便是那些杀人犯 也没有几个敢逃跑的 就是哪怕是判武器徒刑的 十几年徒刑的 也没有几个敢逃跑的 实际上中国监狱呢 对我的警惕性是非常非常强的 非常担心我在那里组织暴动和逃跑 我也想那么干 但是呢 不可能 呃 因为中国人都太自私 你一去组织的话呢 呃 你还没跟他两个谈逃跑呢 就会引起他的警惕 呃 然后呢 就会被报告上去 这只能导致我在监狱里的处境 更加糟糕 因为事实上 我以前在老脚店做过多次的尝试 结果都失败了 呃 甚至差点被打死 呃 此外呢 这个 这个津巴布韦呢 发行人类史上最大面额的货币 我们知道津巴布韦呢 是非洲的另一个共产主义国家 呃 很早呢 就被共产党所统治 这些年来共产党统治有所生动 呃 但是呢 共产主义导致的 这个经济危机呢 却持续还在这个爆发 呃 津巴布韦政府呢 不得不发行越来越大额的货币 来应付恶性通货膨胀 因为他政府他总要给这个军警啊 发工资啊 对不对 呃 现在他的这个工资 他货币已经发行到了什么程度呢 就是到了什么样的面额呢 呃 据说呢 这个在津巴布韦呢 人们经常是为了买一块面包就要拿着一大口袋货币 而且那些货币呢 不是什么一毛两毛一块两块 甚至也不是一百或者一千 而是呢 呃 几万甚至几千万元的这个货币才能买一块面包来吃 而最新的这个发行的货币呢 我这里有一张照片 呃 更是让人吃惊 呃 他不是一亿货币 也不是十亿货币了 他是十的三百零三次方 呃 三百零四三次方什么概念呢 就是等于十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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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的这个三百零三次零 那三百零三个零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四个呃 呃 一亿 呃 因为一亿呢 也就是后面是八个零 呃 四八三十二 呃 他是三百零三次 那就远远不止了 那就是简直就是说 无数个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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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这样算吧 呃 四八 呃 简直就是没办法计算了 呃 这真是天文数字 呃 你很难想象这么高的数字 呃 所以说呢 共产主义这个制度呢 实在是危害深重 呃 尤其呢 是在一些 像这个中国呀 朝鲜呀 津巴布韦这些国家 因为这些国家呢 为什么呢 实行专政那个共产主义制度呢 不是因为这些人有爱心 有公平心 恰恰相反 呃 他们呢 只是 呃 因为呢 就是说呢 他习惯性的 有一种服从 也就是农性特别强 就这些人呢 呃 自古以来呢 都过着农历般的生活 实际上比农历还要差 呃 我们 以前中国人经常读书的时候 看到什么 世界上有农历制啊 美国有黑农啊 其实中国人自古以来的生活的状况呢 比农历还要差近 因为农历呢 是受 呃 包养的 讲白了 呃 你要看看美国黑人 那个农历的待遇呢 比中国高干的待遇还多 因为至少他们吃的肉 每年吃的肉 他们一年能吃一百七十磅肉 这个美国黑农 中国高干的时候 吃肉呢 也就吃到四五十斤 而以前的中国的地主 一年也就吃十几斤肉 也就是一个月能吃 一个人能吃金把肉 那就是 在农历中国就是 自古以来都是美好的生活了 也就是说呢 只有大 从地主才能吃到 小地主我估计一年 也就分年 过节的时候呢 吃个几两肉 所以从这个水平就能看出来 自古以来 中国人的生活待遇呢 远远抵不上农历 实际上中国这个 它这个制度呢 如果说呢 呃 这个 呃 农历 有农历制度在世界各地呢 有农历的制度呢 呃 农历是受养活的 那么呢 中国的这个制度呢 它是实际上是 就是等于白白 呃 就中国人自己养自己 同时呢 呃 又是百依百孙的 农历 呃 所以说呢 中国这个社会呢 是非常可怕的 这个社会 呃 此外呢 就是 台湾呢 谣言汹汹 呃 这两天台湾媒体呢 突然流行一个 谣言 呃 大批的这个媒体人都在炒作 美国毁台湾的这个一套 这个好像是战略 呃 统派学者 前立法委员和 呃 统派媒体都大肆报道 而且呢 议论纷纷 声称呢 拜登政府有毁掉台湾的 呃 一个阴谋 或者一个计划 这些耸人听闻的消息 引起了很多人的警惕 许多人开始追查新闻来源 发现居然都是 来自一个美国媒体人 叫做 呃 加 加兰的 加兰的 尼克森 在细查这个人的身份 发现他既然是俄罗斯 卫星电视台的记者 实际上 也就是普京政权的一个大外宣 甚至是 只是一个小外宣 呃 尤其是台湾这个前立法委员 蔡振元 在这件事情上特别积极 他在个人脸书啊 还有在中天电视台啊 等等 这个统媒上 被中共统战的媒体上 更是推波助澜 呃 不断引述 美国这些 呃 就是这些俄国外宣的这个推文 称 这个白宫呢 有意想要毁灭台湾 针对这种情况呢 台湾的外交部呢 呃 也很紧张 然后呢 专门做出了一个澄清 指出呢 美国的台湾承诺坚定 一向支持台海两岸的和平稳定 而且呢 台湾外交部呢 还提醒国人注意 这是呃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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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的安全 实际上美国 应该这样说 如果没有美国的保护的话 台湾早在50年代就已经沦陷了 所以说 台湾 统派这么糊里糊涂 真是令人震惊 而且俄罗斯 卫星电视台 因为一贯造谣 早已经被各国媒体禁止播放节目 他的节目只能在俄罗斯境内 播放主要是为 普京进行宣传 给俄罗斯人民洗脑 而且这个电视台的一个 下三奈的俄罗斯电视台的记者 都能够在台湾搅起 预论风暴 足以表明了台湾的坏人太多 蠢货也太多 他们甚至已经堕落到了 对谣言极不择死的程度 美国这个社会 怎么可能产生一个 想要毁掉台湾的计划呢 台湾值得你毁坏吗 真是简直都是莫名其妙 现在呢 实际上美国的技术远远超过了地理的这个因素 你要说你台湾有什么 那个多大的战略价值 那个呢 实际上都是有点过分的渲染 至于说美国 美国实际上仅仅的是不希望中共能扩张下去 因为中共对待台湾 现在对待台湾的态度呢 就跟俄罗斯对待乌克兰的态度一样 那仅仅是第一步而已 如果征服了乌克兰 那么呢 下一步呢 俄罗斯毫无疑问呢 会对什么立陶宛 拉脱维亚 把芬兰或者是波兰动手 这个都是沙俄帝国一贯的这个做法 同样对待台湾也是如此 如果台湾被中共拿下了 就像香港被中共拿下了 中共下一步就会对越南或者其他更大的目标 进行威胁或者准备动手 这一点呢 简直都是一个诚实性的问题 但是由此看来 至少三分之一的台湾人呢 是稀里糊涂的 甚至经常呢 为中共障目